今天上网络上热门话题 我们来看看这是每年春节前 各大超商推出的福袋 让大家试试手气 就有一位网友豪杂五万五 他这个超商的199元福袋 买了280个 还在网络上po出了这个开箱罩 一字排开的福袋堆买了地板非常壮观 那陈小姐说 他们有两个人花了一整个晚上的时间都在拆福袋 但是没有中超级大奖 可是获得了许多零食 还出现了一些恐龙玩具有数量非常的多 让他笑称现在家里都快要变成侏罗纪公园了 开箱超商福袋里头不仅有各式各样零食 还附上一张抽奖券 最大奖可以将进口名车带回家 吸引民众购买试手气 不过有名女网友超级狂 一口气买了280个福袋 一字排开超级壮观 这里还没有拆 每个福袋售价199元 光是这些战利品就花了原po 陈小姐约5.5万元 网友纷纷留言觉得大开眼界 也有人开玩笑说被贫穷限制了想象 它199块钱 然后就等于一小博大 就有点像大家都买大老头一样 280人数字是因为我发两间店的都全包了 就是一个抽奖房 我最喜欢就是拆的这个过程 两个人共花了一整碗拆福袋 开出不少零食 袋中的饮料靠墙摆放 一排开不得了绵延两三公尺 泡面堆起来也快跟一个儿童身高差不多 不仅有各种干粮饮料 每个福袋中还会随机附赠玩具 陈小姐说它光是恐龙就获得了至少60只 超商寄出福袋 每年春节前开卖总会掀起一波抢购潮 消费者除了享受开箱惊喜 也希望花点小钱买个希望